在系纸青山国中小从大门口进去有一处穿堂阶梯 而上头也特地做了遮光照不但避免日晒 最重要的是下雨天不会湿滑 只是去年凤凰台风把上头的布吹了一个大洞 一下雨整个穿堂好像瀑布一样 所以在去年议员廖正良也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争取经费后利用暑假重新施作 21日验收通过没问题可以赶在开学前使用 这是之前的画面就从大门口进来 大部分学生都会经过这处穿堂阶梯 平时周会也会在这里看 不过遇到下雨也只能封闭禁止通行 因为往上看有一整片的遮光照 不过在接近中间这里却破了一个大洞 外面一下雨这里就好像瀑布一样学校很困扰 而在去年10月份的会刊之后 再来到现场只见遮光照已经重新施作 目前已经完工 那上面一直在滴垂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期 几乎都没办法在这边使用 那刚好我们议员这边来学校的视察 也看到这个状况 还很努力帮我们争取这个费用 那也感谢教育局能够立即的补助 让我们在暑假可以把它完成 那我们为了孩子的安全 我们就请教育局来规划设计 原本是要把它修补了 那我认为这样是不一劳永逸 那之后我们要求教育局重新再规划设计 增加了400万元再重新施作完成的 21号上午进行验收 议员廖正良也特地前往现场关心 阴架还没有拆是因为怕有要改善的部分 所以一行人就再到楼上看看遮光照的情况 这次是用比较耐用的铁芙笼 也挺过了上次的苏迪勒台风 算是通过了第一次的考验 上个礼拜我们校内有进行出验 那相关的缺失三项也在今天主验的时候 也完全的能够改善 所以在上个礼拜的那个台风 来已经做最好的自然实验了 目前那个台风过后 也没有任何的损害 那也没有任何的漏水状况 所以在功能上是没有问题 这次的设计我们的建筑师非常用心 那特别设计了铁芙笼的这种材质 那这很耐用 最起码耐用20年以上 那而且这个表面上 不会有脏东西流住 一下大雨就把它冲光了 就冲干净了 所以这个材质做的 到现场来看做的非常的不错 所以当天也针对出验没有过的补漆 还有排水槽清理等小缺失在验 没有问题要赶在开学启用 谢陈慧玲细致采访报道